现在直接要超越美国 为什么 因为传闻中 他们已经在这个电磁弹射 航空母舰上一个的 这个过去只有 亚美利坚 美国人才有的外星科技 中国可能也有了 所以真的是要并驾齐驱 怎么可能 这不是美国人才有的专利吗 笑语哥 中国大陆 他其实一直想要做弹射器 为什么 他们现在的航空母舰 辽宁号 辽宁号出去 是跟那个前 那个苏联造的 滑跳了吗 对 那个滑跳式的甲板 哎 滑跳式的甲板的问题 就一直是 他飞机的载重 油量等等 会一直受到一些限制 导致于他飞机本身 没有办法发挥 他全油全弹的一个功能 在这个情况下 他要靠什么样的方式 他就必须要靠弹射器 但是对中国大陆来讲 蒸汽弹射器 他其实我们刚刚讲到 他其实那个是一个 美国的独门技术 这个独门技术 我刚刚讲到不是机密 但是也要能够做到 跟他一样好 说真的还真不容易 有难度就是 因为考虑到你用 所有基础工程这种能力 所以他就直接跳级 另辟蹊径 这样是更高级的意思 电磁弹射器 其实说真的 他的概念 他是某种程度来讲 他的概念 跟磁浮火车 还真的是有那么一点点接近 虽然说 他完全并不是说 完全一模一样的 他其实呢 都是用那个所谓 什么富来明左手定律 动磁电 然后当你在磁力上面 线圈上面 磁铁线圈上面 去施加一个电力 他会产生一个动力 一个方向出来 那电磁弹射器其实就是用这样一个方式 而且电磁弹射器跟过去的蒸汽弹射器相比 又有一个大幅的一个优点的感觉 怎么说 蒸汽弹射器我刚讲 要很大的气缸 然后还有一个除气槽 还你要烧开水 一直不断烧开水去补充蒸汽 然后你就看现在这个画面上 他这个电磁弹射器 飞机呢 就只要滑到那个电磁弹射器上 就跟旧的那个弹射器一模一样 他把飞机挂上去以后呢 然后就可以把它加以弹射升空 而且他现在他藉由这个电磁控制的这个技术 其实有点类似磁服火车的那个技术 但不完全相同 我要说不完全相同 你看飞机就要弹射出去了 而且跟过去的相比 他那个弹射器把那个飞机弹射出去 那个蒸汽弹射器后面会有很多这个烟 就是那个水器那个烟 这个都不会 这个完全就没有 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 美军他们在做电磁弹射器的时候 他们在那个美国海军的福特号航空 他们曾经有一张 就居然就这样把它大大大大地 放到美国海军网站上 对 让大家知道什么叫电磁弹射器 请你看他其实也还是有个 那个欧槽那个刮槽 然后呢很重要一点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电线 非常非常的多 这个电线非常多 然后中间呢 他那个一个shuttle 也就是我们称为那个弹射缩 那个部分 他就固定在这里 然后有两边不断的充电 那充电去产生 就我刚刚讲到 又那个电磁学 让那个富莱明所守定律 然后去产生一个动力 让他从这边咻一下就跑到那边去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美国来讲 他其实已经完成测试了 而且他整个计划非常成功 唯一一点 唯一一点 这个电磁弹射器 我们刚刚讲到 蒸汽弹射器 你要能够有一个锅炉 能够一直不断的提供高压蒸汽 那电磁弹射器要的是什么 要什么的电啊 对 也就是说 现在呢 美国的航空母舰福特级 他甚至于为了这个 能够让电磁弹射器上传 还装了最新的 美国的这个新的那个 核子反应器 装到福特号航空母舰上 让他能够非常稳定的 给这四个 那个电磁弹射器供电 其实电磁弹射器 跟过去的蒸汽弹射器相比 很大一点差异就是效能 因为我们知道 蒸汽弹射器 你要不断烧开水 去弄高压蒸汽 灌到一个罐子里面 然后把它放出去 然后带动飞机 但电磁弹射器 只要你的船 一直有足够的电 对不起 就一直弹嘛 就一直弹就对了 电磁弹射器的效能 他可以说 那重点是 那中国现在就也有了 那不就追上来 直接追上来 追到美国最新的 中国大陆 他目前有没有 说真的不晓得 但是那个 这次他们那个 二会开的时候 对不对 就是他们发明 那就是中国大陆 他成功研制出 电磁弹射器的 那个计划主持人 一位马少将 他就说 现在我们已经做出来了 而且呢 验证过 也都非常的这个 稳定可靠 而且甚至于我们的技术 还有可能超过美国 哎呦 更甚美国啊 怎么可能啊 好像美国听到 你觉得说这不可能 对不对 美国倒没有说不可能 没讲话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讲到 他的原理是相同的 而且中国大陆 为了去研究这个电磁 也就是磁浮这个技术 他才把那个 跟德国买了一整套 那个磁浮火车的 这个技术都买过去了 所以呢 是不是有从里面 得到一些启发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他们现在说有了 那好 那我们就观察 因为他们第二艘航空母舰 已经开工建造了 照出来有没有 你新闻影片一播 那对不起 真相大白 好 但是这样看起来 光看新闻 好像中国的军力